如果我真的没有晓得妈妈怎么办 我还会继续问爸爸 如果爸爸还是不告诉你呢 我从小到大就像是被一个问号给包围的孩子 我真的很苦的 我很想知道妈妈在哪 我很希望爸爸能够理解我这种心情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那么我希望爸爸能够带着我去妈妈的坟前 告诉妈妈女儿很争气 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果妈妈还在世上却无法与你相见 为什么呀 我是她的女儿 至少应该让我知道 为什么不愿意和我相见吧 按我自己的常理来推断的话 如果妈妈还在 不可能这十九年都不见你 如果十九年都不见你 她还在 那么接下来她更不会见 你还会去找她吗 如果这是她给我这么多年 苦苦思念和苦苦追寻的一个答案的话 那么我感觉 我没有必要去打扰她的生活 就是要让你把这些事想清楚 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见 妈妈 妈妈 你来啊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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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ys 为什么不要来啊